最終都是想大家找到真正的快樂 而真正的快樂其實是有些難想是什麼 我自己的感覺就是你做到真正的你自己 你活得開心、活得自在 其實這就是一個真正的快樂 大家好,我是Jancy 我是小雪的創辦人 我是一個冤家老師 我自己本身已經教了幾年冤家 之前一直在農地教冤家 雖然我的奇怪是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現在開了一個studio 在海上 那我們的整個yoga studio 就是一隻船 當初我成立小雪船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本身已經有船 其實我們本身不是什麼水上 但是我們喜歡船 然後就從另開始去學 然後一年之後 我就急著去印度盡修 我就在印度留了一個門員 就是去信課 然後去教育 入山 然後在那裡的經歷 我發現大自然 下面做瑜伽是很不同的感覺 因為當你回到大自然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原來人是不需要那麼複雜 可能我們在一陣子生活想太多 然後回到大自然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和附近的動物 原來我們想起自己 原來也是一部分的動物 那面上那個感覺很可愛 然後我就覺得 加上那次我自己想開自己的studio 所以我就留意 既然我有船 然後我想開studio 還有我很想把一個特別的 在大自然下面做瑜伽的東西帶給大家 所以我就成立了小月船 我覺得小月船是一個硬件 那它在那裡 你怎樣用它才是一個重點 所以我很希望小月船不是規限 我只是上瑜伽課的 那其實我是 總之你來到感受到peaceful 感受到開心離開 那就是我想做的東西 所以我回到來的時候 發現其實原來 很多人的心路歷程都很接近 而我當初是怎樣呢 初初我未接觸瑜伽之前 就跟大眾普遍認同的一樣 就是因為瑜伽就是拉極一點的一間 或者是一些很靜態的東西 很健康的東西 我當初確實是很完美 是因為這個原因而開始的 因為我以前是跳pool dance 我以前是跳舞的 我當時很完美地想 反正我也拉開筋 那不如我就學瑜伽吧 反正也是拉筋而已 就是學多人的東西 那我就這樣開始了 而我聽到很多人都是這樣開始的 好了 然後當我繼續學過去的時候 我就發現原來瑜伽是 你很多要注意的 你的alignment 你的身體要怎樣怎樣 那就 發現原來也挺辛苦的 我會讀一些瑜伽解剖學 或者考過知人教練牌 就是會想這些 然後當你再去的時候 發現 不是 原來也不止 原來瑜伽是 一些呼吸法 一些 吸引到傳統瑜伽 一些呼吸法 一些思想上的東西 就是可能是 我們要把我們那些七輪 要通腦通進去 那時候我就以為這樣就是瑜伽 但是呢 最近特別是因為去年COVID 而我們疫情不能開 其實累積都差不多有那段時間 其實我們是不開的 那我也真的這段時間 其實是 就是沒有什麼要做 應該這樣說 但反過來 給自己一個機會 看書 就是 終於有時間 是可以 我一起來很舒服 我就看書 然後 也可以跟朋友聊聊天 而我 這半年 經歷了這些 學了這些 之後 我發現原來瑜伽 比我想像中 再深層次 再往底 因為為什麼呢 這個確實是有一個 宗教的意識在裡面 就是我們相信 其實上面會有 所謂的神 或者一些 控制著萬人的烈靈 然後我發現 當我去研究瑜伽 這麼多年 將它結合起來的時候 原來 我一直學的東西 原來就是 令我們一步步可以達到 去到最後自己心靈的 最真實的那種 可以叫做解決的 即是你怎樣 真正追隨到自己的心 然後你 活出到 其實這件事 就是瑜伽 是一個工具幫你達到 我覺得香港是很缺乏一些地方 一些時刻 去讓大家做到 剛才我說的事情 就是 一個真正面對自己的時刻 所以 為何 meditation 這麼重要 我知道可能 一般人會覺得很悶 冥想很悶 但其實這個是最後 我甚至現在 學了這麼多東西 這麼多方法 我也是覺得 其實 冥想是 最簡單 最直接 最好 最有效的方法 而 我覺得因為 香港就算是 例如你去娛樂 以前也可以去旅行 它也是很棒 那 一是你就上一些 健身的班 或者做健身 那也好 我覺得你有目標 你有東西要喜歡 或者令你身體健康 這個是好的 但如果去裡面 可能有些興趣 煮食 手工藝 都好玩的 開心的 輕鬆的 但 比較缺乏的是 想你什麼都不做 只是坐著 面對自己 我覺得 這件事暫時可能 可能 始終商業社會 都很明白 可能有人會覺得 我給錢去坐 我給錢去睡覺 所以 香港人 暫時未必可以接受 現在好一點 近幾年 我覺得 近幾年好一點 但 例如 例子 我曾經做 平常的 練習 練習 的班 這件事 只能成功 延續到 大概三個月 因為大家 開始會覺得 那些人 我給錢去坐 所以他們 會願意 協助 人 但 其實 我們練習 和你練身體 是一樣的 是需要訓練 是需要習慣 所以 我也很想 堅持 這件事 就是提供這些機會 給大家 就是這樣 很常見的問題 就是 很多次 可能有些人 他工作了很多年 他的收入會 相對比較穩定 比較高 他過著 很舒適的生活 但是他滿足 他自在不開心 你問我 我覺得這個情況的原因 是因為 其實 他不是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他不是過著自己想過的生活 就是 多數 這樣對人來說 人家都會覺得 不是啊 我很喜歡現在這樣 我很爽 但是 如果是的話 你的心是不會覺得好 他不會覺得不滿足 而 我們很多時候 最大的問題 就是 真的不知道自己想做什麼 因為很多時候 在城市裡面 你一出生 我們被教育 被社會的氛圍 你一定會覺得 我們就是要 努力做人 努力工作 努力讀書 接著結婚就三個兒子 一定要有自己的家庭 然後 就算你 追夢也好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前段 那部電影 就是Pixar 有一部動畫 我覺得那部動畫 很值得看 甚至乎所謂的追夢 可能有些人是跳舞 有些人唱歌 當然 如果你自己本身有你的夢想 這個當然是很好的 不是當然很好的 你追到你自己想追的東西 當然是很好的 但是有時候 原來不是這麼複雜 有時候 其實可能你真的沒有什麼夢想 可能你真的不用說 要賺很多錢 你可能真的不需要結婚 這就是你怎麼找到 你自己想要什麼 沒有說對 沒有說錯 當然 可能這樣說 會 很多人會反對 但其實 沒有人說過 你一定要陪伴工作 你如果知道自己 是一個很喜歡工作的人 那你就去吧 你一個很喜歡賺錢的人 你賺到錢 你真的得到 內心的喜悅 你的平安 那這個沒有問題 因為每個人設計出來 是不一樣的 又是很老套那個 你叫做魚爬樹的問題 那猴子爬樹呢 你不爬樹 對不對 OK的 你賺錢呢 可以賺錢 但有些人是 其實根本是他斜底的 因為好老實說 其實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而我都用了兩年時間 去接受自己這件事 就算到現在說不出來 自己的心也會生虛 因為是會覺得 喂 會不會被人說 你這麼難的 那 但是去到 我讀了那本書 我這一年 學會的東西 令到我很大的改變 就是 其實我個人很喜歡玩 我喜歡玩 我就去玩 我為什麼要 guilty 這件事是沒錯的 你只是在做自己 做想要的事 你不是在傷害別人 而在學習瑜伽 或者零生生靈的途中 令到我更加知道 其實每一個人 真的很不同 真的 和每一個人 都很難 這樣說 可能會這樣說 有些人會覺得 不太好 但說真的 就算你的父母 你的伴侶 你的子女 其實是與你無關 你是你 你是一個木立的個體 很多時候 我們的不開心 可能是來自於自己的自責 所謂的責不責任 就是覺得 我們有些事情 我們一定要做 例如 你供養父母 這件事 特別是華人的社會 會覺得 是一個物質 當然 如果 例如 你的父母 一直以來 都真的很好 對你很好 你很想令到這個人 他生活得更加開心 例如 你給他家用 他當然是很開心 整件事 很自然 但現在的情況 是 一些 可能是比較 你的父母 可能從小到大 對你不特別好 甚至傷害你 然後你因為一些 社會的事情 或者你自己心的事情 而令到 你覺得自己 要這樣做 但其實你一點都不想這樣做 還是 其實你是可以不做 而 可能你會受很多的責備 你會自責 你會 很疑惑 但是 你這麼多年來 你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你受到的傷害 有沒有人會理解呢 而 當你自己 受傷害的時候 你不開心的時候 你怎樣去活出自己 我們需要做的事 是 活出到你真正的自己 然後你發光 當你發光的時候 你身邊的人就會看到 這個才是100% 將你 最發大的方法 因為我真的聽回來 實在太多太多 可能很多人跟他的父母關係不好 但這件事困擾了他們一生 而 又真的太上心 然後 就導致自己不開心 影響你的工作表現 影響你和伴侶和子女的關係 因為你一個人 很抑鬱 你怎麼可能令到其他人開心呢 你自己也不開心 所以這件事的政策就是 希望大家重新看清楚 到底 你想過一個怎樣的生活 你會是最開心的 而 提醒自己千萬不要 批判自己 因為 是可以的 任何事情都可以的 我在船上 做了一個瑜伽室 出來都做了 這麼瘋狂的事都做了 其實也在社會上 很多很多例子 例如一個認識的媽媽 她本身是做全職教幼稚園的 然後她有個小朋友 她小朋友 因為有一些 類似自閉症的問題 那 就經常在幼稚園 就出事 就是 校長 老師會打電話 叫她 即是見家長 然後 她就有一點 覺得 啊 為什麼會這樣呢 她就決定把心因環 拿錢 辭了 工作 她就 全職教 教她小朋友 然後 我就問她 哇 那你怎樣維生 她就說 原來她自己很喜歡做一些手工藝 那時候就想 不如我試一下 賣一些手工藝 然後慢慢去到 原來很多朋友都想學 那 就開始有朋友 不如教你 開一些班 然後 慢慢慢慢 build up 去到現在 食情 是 做得很好 她是很多班去教 然後 她卑鄙 還要照顧自己 這個小朋友 我覺得 這個例子 是很觸碰的 因為 小朋友的問題 可能是一個契機 但是 媽媽 現在做自己 開心 舒服的事情 還要是 成功 這件事是很好 而我 小月潤 我自己 很想 幫到大家 可以教她做到這件事 如果你是想 自己一個 船上 又可以 或者你 喜歡 原來我是喜歡 自己一個住宅 我不想結婚 又不想有伴侶 為什麼不 沒有 沒有人 說一定要 是不是 但 你怎樣去知道 自己想要什麼 這個就是 重點 就是我們可以透過 meditation 去得到的 那 好像 剛才 這樣說 我們其實 實際 有什麼方法 可以建議大家 可以找到 自己想要什麼 其實 第一 我自己覺得 你真的要 試多些 你可能是去 不同的東西 你可能是 試一些不同的生活方式 可能你是戶外 在室內的 可能你去 露營 或者你去 讀書 你要試很多不同的東西 不知道 興趣班 那些 是說你的生活方式 或者你可以試自己 我給我一個挑戰自己 我一個星期 每天都要 見 朋友聚會 試一下 沒所謂 或者不是 我一個星期 每天都要認識一個新朋友 當然是你想想 你可以想 你可以做 因為其實 當你給自己這些 練習 時 你已經很要求 可能你會想 每天都要一班朋友 去我家 想到那時候 真的不行 或者你試一兩天 然後發現 我真的很辛苦 我不喜歡 你知道自己 不喜歡什麼 其實已經大概知道自己喜歡什麼 而 嘗試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第二 就是 都要去分 其實真的是 meditation 你可以去學 如果你 不懂 但是你又 很想知道 大概會是怎樣 你其實可以 自己 靜靜地 然後你 很簡單 你想像 你遇到 60歲 或者70歲 的你 你想像一下 如果70歲 的你 坐在前面 等 然後你 坐在他身邊 你會有什麼問題 會想問他 他會怎樣回答你 就是 70歲 這個年紀 所以 從事人來說 當然 很多人都很精神 但是如果 相對 身體上 最黃金的時間 其實普遍都沒有 那麼 到底 這個已經經歷了 黃金時期的人 他做了什麼 而 他做完的事情 你喜不喜歡 又或者 你可以自己 閉眼 去想一天 如果我過一天 是 自己最理想的生活 是怎樣的 由你 在 睜眼那一刻 開始 由你開始 你自己的活動 無論你是什麼場景 什麼環境 身邊有沒有人也好 有誰在 你做什麼都好 不要緊的 真的想像你 然後一天 經過了一天 你到你睡覺了 如果 讓你 過到這樣的生活 就正 那就好 這個就是 你自己最想要的 當然 你想的事情 很普遍你都會覺得 神經哪有可能 不可能的 想一下就可以 很多時候會有這些聲音 走出來 喂啊 你想一下 你只是想 你都不敢想 你哪裡會答到聲音 就是 你想又不用吃飯 又沒有人知道的 你不用 冰冰冰 如果 你連自己都這樣 去判斷自己 去跨越自己 的時候 你就比較難 做到你不做事 所以我們 有想開始 以及吸引你發生 你想也是 的 我也不太可以分享 例如我自己的那個 我自己最理想的 其實是 是一個 眼眩大眼 在一個很漂亮的木屋 看出去 有一個森林 有雪山 很漂亮的環境 很寧靜 然後我起床 就是 沖過朱古力 有個火爐 然後看書 然後 很平靜 可能煮少許食 過了一天 可能晚上的時候 就有兩三個朋友 上來跟我吃飯 喝酒 很早就睡覺 這個對我來說 這一刻 記住也是會變的 這一刻 我會覺得 哇 真的很開心 而 我突然 後來自己 浪漫了 我自己的生活 現在的生活 其實都差不多 是這樣 當然 未必一定是 起碼我不在雪山 但還是那句 一切實在你的手 你很漂亮的環境 你的心 是覺得不滿足的 沒有意思的 對嗎 所以 嘗試和自己做這個練習 很簡單 碰上眼 想 當你想到 你會慢慢的 了解自己 是一個 愛自己 這件事 很重要 大家 要學會愛自己 很多時候 我們會對自己很敏 會對自己很多期望 變成你會對自己有很多失望 你可能會很多時候 都會很想身邊的人好 你會 放很多精力 心思 在別人身上 可能是 你的家人 你的子女 但是 要記住一件事 就是 如果連你自己 都不愛你自己 還有誰會不愛你 你連自己都不愛你 如何去愛身邊的人 記得提醒 你要自己發光 才是真真正正對身邊的人好 而你如何去愛自己呢 就是 你要追隨自己的心 你要對自己善良 提醒自己永遠要有一個善良的心 很多時候 很多時候 我們不知為何對人很友善 真心地友善良 但是對自己很敏 如果有些時候 你可能是一個 比較負面的情況 你會對自己很多審 你試試問一下自己 如果 你的朋友 你最好的朋友 這樣跟你說 你 可能他做得不好 他希望自己怎樣怎樣 你會怎樣跟他聊天 你會怎樣回答他 正常來說 一般你都會覺得 其實 都沒什麼 你都不需要那麼著緊 不用那麼傷心 但是 對自己呢 就不是 你便會轉成一個 去講講尖 所以 提醒自己 你對自己的心 就好像對你的朋友一樣 如果你對人 不會那麼敏 為什麼你要對自己那麼敏 你疼你的朋友 疼你的子女 父母 你都要提醒 疼自己 一定要 做自己想做的事 追隨自己的心 這樣才是 真正的愛自己 我是Jancy 我是一個Life and Joyer 我是一個香港人 我會提醒你 你還會做做自己的心 你 heightened愛 speak 你只會給我 你一定會解決 你的心 你剛才畫面 你的心 你… 我居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